我们可以看到老鼠一直接着一直掉进桶里 看着,是不是觉得很爽 要想知道这老鼠是怎么滑进去的吗 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制作过程吧 其实非常的简单 准备一个桶,一张油纸 然后将油纸铺在上面 再用橡皮筋固定住 在纸上画一些小口 不要太大,给老鼠进去就行 然后找好地方 挖一个桶一般大小的洞 将桶放进去 然后在周围放上一些食物 用来吸引老鼠 姑娘没一会儿,老鼠就来了 事大一会儿,觉得没有危险 然后就大胆起来 向前一步,就直接滑进桶里了 看着老鼠一个个直接滑进陷阱里 真的是太搞笑了 有网友看到这个陷阱就说 这谁的厨艺,真的是太厉害了 现在网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好了,今天视频就到这里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哦 正放着一个大锅 里面倒了很多的食用油 这些食用油散发着阵阵香味 不一会儿啊,看出的小老鼠就被这锅香味吸引过来了 不过一个不小心 小老鼠就滑进了这个大锅里面 起初的小老鼠还不是贪吃的 一直挣扎着,准备向上跑 不过在多次尝试之后都没有什么效果 此时的锅壁和小老鼠的四肢都是油 想要靠单鼠力量根本上是逃不出去的 不过很快,另外一只小老鼠也因为贪吃掉进了走锅陷阱 这只老鼠在刚掉进来的时候也是一脸争慌 不断地寻找出路 在尝试无果之后 另外一只老鼠就开始出馊主意了 两鼠准备来打一下 打赢的一方可以骑在另外一方的头上 借助对方的力气爬出去 然后再来拯救下面的一方 为了拯救自己的生命 两只老鼠就陷入了紧张的打斗中 你一拳我一拳一来一回不断地进行挑战 不过这温柔的样子看着哪里想打架呀 这不就跟跳舞一样吗 在经过了多个来回打斗之后 终于两鼠决出了胜负 一只老鼠只好胜命协助一只老鼠逃出去 不过一只老鼠在逃出去之后就消失了 只剩下一只老鼠绝望地在油锅里面静等着 看来啊这一下是逃不掉了 既然都掉进来了 干脆吃饱再说吧 小老鼠就滴滴有味地吃起来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请不吝点赞和转发 烟气呛人会导致动物呼吸困难 所以当烟注入动物后 老鼠因为抵挡不住烟熏的滋味 老鼠往往会在三分钟内就想动口外跑 脚械投降 用这种方法捕捉老鼠效率非常高 几个小时就能捉到满满一框的老鼠 被烟熏的滋味你尝试过吗 在众多的火灾中 许多人不是因为被烧死的 而好多人确实 由于缺氧窒息而死的 追悉而亡的人数大概是火烧至死的四到五倍 可见烟的威力是多么巨大 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 这里有更多精彩资讯等着你们 记得点关注不迷路哦 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